一字排開露出燦爛笑容 在WBC勇奪隊史第三冠的日本隊 才從美國回來就先前往首相官邸接受表揚 日本隊總教練立山英樹也為首相岸田文雄 獻上獎章和簽名版 但現場不見大功臣之一的大股相憑 因為他和達比修友 已經回亞利桑那春訓基地 立山英樹也透露 對於大股要不要在決賽登板投球 他其實一直在等大股自己主動請英 立山說大股個性天生愛唱反調 就像日本傳說中天血鬼一樣 所以他故意不提投手安排 要等大股自己決定 事實上大股今年球季後也將成為自由球員 現在他拿到經典賽MVP 也讓身價水漲船高 據傳大股渴望拿到總價高達6億美金 相當182億台幣的合約 也超過大聯盟現在的最高新球員 天使隊隊友Trout 不知渴望拿高新大股率日本奪冠後 激動丟掉的帽子 他也決定捐給美國棒球名人堂博物館 作為日本隊奪冠的紀念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